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恐怖鬼谈 今天晚上我要介绍世界上哪一个人的恐怖经历 又发生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其实我只想说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去租房子 在外面租房子 我相信一定有 但是你这个地区住到一个很新的公寓的时候 或者是很新的房子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房子会有问题吗 像是我好了 我看到新的房子 我会觉得啊这是新的房子 我可能是第一任入住的 所以说这个房子有可能也不是凶宅啊 有可能也不是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啊 所以才没有人要住这个样子 有可能是新的 所以住在这个里面的人也不多 看到这么空的房子 房租又相当的便宜 你会不会心动呢 是我的话一定会心动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现在租金这么贵对不对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便宜的租金 跟没有什么人住 他后面有着什么样的原因呢 没错今天这一则故事这一则经历就是诉说 他搬到这一个新的房子里面所碰到的事情 这也是什么样的经历呢 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 我的名字是罗希 我是来自中央帮的女孩 目前在伯帕尔生活和学习 我在这座城市已经快四年了 这一系列的事件发生在我住的最后一间公寓 2023年5月13日 我搬到了我大学附近的这两房公寓 那这个地区还没开发好 我一个人住 但因为比较忙碌 所以我请我妈妈过来帮忙 现在我的公寓是一个 你爬上一楼楼梯时的第一间公寓 现在我的公寓是你爬上一楼楼梯时的第一套公寓 而底层只有一个停车场 这是一栋六层楼的新建筑 每层楼有两套公寓 公寓很漂亮 有两间卧室 中间有一个大厅 有三个阳台 但奇怪的是 这栋大楼几乎空无一人 只有四间公寓被占用 我的楼层一楼 就我一个人住 搬到那里后 一周后我妈妈就回家乡了 然后家里就只有我了 我正在经历一次糟糕的分手 因此我试图让自己忙碌以分散注意力 这一切都是从我妈妈离开那天开始的 我参加完一次聚会后 晚上十二点半左右回到家 我心情很好 一边哼着歌一边把车停好 忘了说停车场合一楼楼梯 走廊不知什么原因没有灯 我拿着手电筒开始爬楼梯 这时我听到停车场传来声音 好像有人在吹口哨 我一分钟前还哼着同一首歌 我忽略了一定是有人在取笑我的想法 当我打开门时 我就感觉脖子后面有一股冷气 好像有人在我身后 我回头一看却没有人 我钻进被窝里想着 五月份的时候 走廊没有窗户 我怎么可能感觉到一股冷气呢 不管怎么样 我怂怂间听着低沉的音乐直到睡着 凌晨三点左右 我醒来时有种不安的感觉 好像有人在身边 我喝了点水正想继续睡 突然听到大厅传来叮叮当当的铃声 我以为这是我的猫 因为它带着一个带铃铛的项圈 但后来我意识到 我的猫就睡在我旁边 所以我站起来看看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没有发现声音的来源 持续将近一个小时后才停止 在此期间 我仍然能感觉到 我在家里并不孤单 并且感到诡异 快到天然后我才睡着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经常开始做噩梦和睡眠瘫痪 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 我常常尖叫着醒来 有一次我梦见 我像往常一样睡在床上 一个似乎是男人的黑色生物走了进来 他来到我的右侧握住我的手 我无法动弹 他向我的脸弯下了腰 然后走到我耳边哼着歌 我尖叫着醒来 以为这是一场噩梦 我从床上爬了起来 因为已经是早上七点 到厨房泡茶 突然我注意到我的手腕 我看到四个手指的痕迹 好像有人紧紧握住我的手 奇怪的事情不断发生 我总觉得无论我做饭洗澡写作业 总是有人在我身边 我总觉得不管是什么 他都想伤害我 7月8号 我遭遇意外 脚踝和内踝骨折 我必须经历一次痛苦的手术 并且卧床休息至少三个月 所以我妈妈回来照顾我了 我的一位男性朋友也来住在家里帮助我们 他也在家里感到不舒服 但从未告诉我们原因 此后事情也不断的发生 我妈妈过去常常睡在另一个房间里 因为她在我的房间里感到自喜 并告诉我如果需要什么 就给她打电话 她总是听到我房间里的声音 就好像我在低声和某人说话 更像是耳语 但比那个大声一点 她常常来检查我 却发现我睡着了 即使她独自一人时 她也会听到这些声音 因为我每天晚上都要去参加物理治疗 她很确信 那些声音有时是耳语 和我的声音很相似 尽管我们有那些受风影响的后座幕 但门窗过去常常在我们的眼前 快速打开和关闭 我们旁边的公寓是空的 但我们经常听到 与该公寓共用的公共墙上的声音 听起来就像有人在晚上 在那堵墙上敲打或叮叮子 声音非常的清晰 病情好转的一天 妈妈回老家工作了 家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已经习惯周围发生的事情 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是压垮我最后的一根稻草 我的考试正在进行 所以声音的凌晨3点30分左右 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学习 除了我正在学习的房间外 所有的灯都是关着的 突然我被大厅里 有人刮墙的声音分散了注意力 因为我的猫也这么做了 所以我以为是猫 就在这时 我的猫以异常的速度向我跑来 尾巴高高的翘着 好像害怕着什么 我抚摸他 然后我又听到同样的声音 我稍微挪了一下 想再看看是什么声音 却发现一个比黑暗更黑的影子般的人 用闪亮的白色眼睛 从大厅的柱子后面偷看着我 我背脊发凉 我甚至无法形容那一幕有多恐怖 我可以清楚的看到他 正在看我的眼睛 他的眼睛充满了仇恨 就像他只想杀了我一样 我愣了一会儿 脑子不连了 想大声的喊出来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站在那里 我心里想 这会不会就是我生命的终点了 我想背诵神圣的经文 但我的大脑什么也捕捉不到 不知怎么的 我开始在脑海中向上帝祈祷寻求帮助 然后我鼓起勇气移动 并关上我房间的门 尖叫着上帝的名字 当我听到房间门的一声巨响时 我倒在床上几乎哭了 这不像是敲门 而是好像有人用他的身体撞我的门 听起来像 蹦 暂停五秒 蹦 我闭着嘴哭了 我迅速抓起手机 在扬声器上播放今晚 已驱除邪恶 不一会儿撞击声 就慢慢消失了 那天晚上 我还是很害怕 睡不着 天一夜 我就锁上公寓 跑到朋友家 显然我还带着我可爱的猫来啦 并且叫妈妈尽快过来 妈妈当天就来了 我们立刻搬出公寓 进一步询问二楼三楼的邻居 他们都感到周围很消极 半夜敲门对他们来讲 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他们都是一群群居住的男孩 他们告诉我们 这就是这栋大楼空荡荡的原因 没有人在那里待了两个多月 即使他们很快就要离开这个地方 他们很惊讶 我们竟然在这里待了七个月 无论如何 现在我搬到另一间公寓 这里一切都很平静 从小到大 我身上发生了很多事情 改天我会再跟大家分享 介绍完今天这一则经历 我必须说 还蛮精彩的耶 而且我必须说 这个女的还蛮大胆的 她其实早期就发现家里就有一些问题 可是她却视而不见 甚至却习惯她 所以我觉得这女的胆子其实还蛮大的 要不是那个黑影的出现 我想她或许应该还住在那个地方 但也不知道她继续住在那个地方 会不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 甚至让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呢 这一切都不知 那其实这则故事让我来讲的话 我必须说 她会不会有可能比较像是蒂芙林 就有可能像是我们台湾房子盖好 有可能要拜地基组啊 或者是拜土地公啊 跟原本就住在这里的灵体打个招呼啊 但新房子谁晓得呢 或者是开工仪式的时候 没有祭拜或慰问当地的灵体 所导致原本住在这里的灵体 他们相当的不满 我觉得这可能性还蛮大的 那你们觉得呢 好OK 那今天的恐怖怪谈 就差不多介绍到这个地方为止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那我们就下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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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